ok 啊 各位网友们 推友们 youtube 们 币图们 大家好 这里是飘边玩比特论坛 我是飘哥 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见面 呃 记上一个标题 啊 啊 比特币挡我者死 啊 今天的话呢 推出比特币挡我者死2 ok 啊 这两天的小心脏怎么样啊 是不是突突突突突啊 都在等着突突突突的moon 对吧 呃 有一首歌对吧 叫做啊 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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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ow right 然后我们是to to to the moon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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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ok 给大家啊 姐姐们 呃 那么呢 啊 现在的呃 b2们的小心脏突突突突突突 其实啊 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什么呀 断崖式下跌 对吧 断崖式下跌 那么有b2问什么叫做断崖式下跌 什么叫做千点 千点下载啊 那么呢 啊 咱们做一个做一个做一个比较 啊 即飘哥 啊 出的衰竭理论出现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一次 啊 再一次更新到 啊 深度衰竭 从深度衰竭的话呢 飘哥提出千点下杂 对吧 千点下杂 然后三 啊 提出这个千点下杂理论的三天之后的话呢 出现了三点下杂 对吧 三天或四天之后 那么继续千点下杂之后的话呢 呃 若干理论之后 那么呢 最近的话呢 飘哥又给出了什么呀 啊 断崖式下跌 对吧 断崖式下跌 所谓的断崖式下跌 为什么飘哥管他叫断崖式下跌 而不叫千 千点下跌啊 因为飘哥这次啊 踢庄家的屁股踢的不一样 对吧 踢的不一样 哈哈 去牛哥 是吧 去牛哥 OK 怎么踢的不一样呢 那么就是什么呢 断崖式下跌 而不是千点下跌 就是什么呀 断崖式下跌 不被点数所限制 它有可能会跌过千点 对吧 跌过千点 这就是为什么叫称之为千点下跌 呃 称之为断崖式下跌 对吧 OK 这个是对于断崖式下跌的这样一个更新 一个澄清 或者是定义 OK 定义更加准确一点 OK 为什么叫 OK 那么呢 我们就要回到这个 呃 在这个飘哥没有望之前 为什么叫比特币挡我者死 对吧 比特币挡我者死 为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东方不败在出现 当东方不败再次重途江湖的时候 怎么样啊 哦 风卷残云 对吧 蛇我骑谁 是吧 那么呢 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不一样的场景 对吧 那么呢 无论是东方不败也好 还是咱们看的其他的电视剧里边 呃 都有类似的场景 当江湖大佬再次出现到江湖当中的时候 都是什么呀 掀起了一股啊 血雨腥风 对吧 掀起了一股血雨腥风 而比特币的话呢 在这个币市当中也是如此 在币市当中涨也是比特币 跌也是比特币 那么呢 在这个 在这个比特币涨跌的背后的话呢 既有庄家大佬们的操盘 同时来讲的话呢 也有比特币技术上的必然要求 那么呢 再一次来讲的话呢 新闻面的推波助澜 和新闻面的利好与利空 都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今天的话呢 观察与思考一句话大盘 我们可能就会呃 呃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从基础面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 为什么会断崖式下杂 ok 这就是比特币这种断崖式下杂的这种风卷残云 舍我其谁的一种怎么样 一种王者风范 王者风范 对吧 所有的小币种都在跟随着比特币而舞动 就像前段时间曾经飘哥给出了一个比喻 就像是这个大家记着在大海中水母是怎样游走的 对吧 那么呢 当大海中的水母向上升起的时候 水母的头部是在向上 而须子的话呢 是在向下 对吧 那么呢 当水母的头部继续向上腾的时候 会把须子向下向下蹬 对吧 向下蹬 借着海水的这个登力和浮力 然后的话呢 才能够上升 这个是前段时间 为什么 这是前段时间 为什么比特币一家赌涨而其他小币下跌的形象式比喻或者是原因之一 ok 那么呢 另外来讲的话呢 这个就是现在的话呢 我们出现了另外一个角度 对吧 出现另外一个角度 现在我们的大水母怎么样啊 现在是头朝下了 对吧 头朝下了 也就是说比特币率领着重 重 虚虚小节 然后的话呢 虚虚小币 向下而动 对吧 比特币向下而动的时候也是怎么样啊 向下一动 然后小币们的话呢 都会跟着怎么样啊 在这个一踹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小币也是无力回天的 对吧 也跟着比特币一同怎么样啊 下跌 而且是 下跌幅度远远大于比特币的幅度 对吧 大家从现在的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 比特币的话呢 跌了3.4% 那么呢 其他的币种的话呢 有跌7% 8%的 那么今天白天的时候啊 我这里现在是晚上11点应该是 今天白天的时候的话呢 也就是说在8个小时之前 大家都看到了 对吧 盘面上的话呢 比特币跌了9% 那么呢 以以太坊 以以太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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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跌的领头想 对吧 那么呢 跌了10% 其他的币种 比如EOS 跌了14% 左右 啊 卡达诺 还有是莱特币 啊 EOS 等等 啊 就是说这些币种 而且XRP今天在这种 在这次跌幅当中的话呢 表现也是什么呀 领先跌 对吧 领先跌 其他小币种就不一一提了 都是怎么样啊 领先跌 啊 都是远远的要跌幅 远远的超大盘 OK 啊 这就是对于各币的这种 啊 这种简单的这种 啊 这种概括吧 这种概括 OK 啊 比特币 那么呢 到现在来讲的话呢 其实怎么样啊 跌幅有所收窄 对吧 跌幅有所收窄 啊 比特币的话呢 现在是跌了3.4% 其他的 其他的币种的话呢 也是啊 跌幅在10%到1%之间 那涨幅榜上面的话呢 啊 也有 也有绿色 对吧 啊 在这个0以上的话呢 大约有10个币 然后的话呢 其他的币种全都是 全都是红色 那么呢 在跌幅榜的前面的话呢 跌15% 啊 比如OMG的话 也跌了14.5% 对吧 啊 只有的话呢 跌了12.57% 啊 现在的价位是0.0399 啊 对于这我来讲的话呢 现在的价位啊 是属于是阶段性低点 对吧 阶段性低点 OK 下面我们进入观察与思考 一句话大反 由于今天 啊 今天可能准备的 啊 内容稍微多了一点 我这里列了 列了若干条 那么呢 有可能什么呀 就是啊 我还跟 我想还还想跟大家做进一步的这种 那个 细分析和调侃 有可能这个时间关系 不会做太多的这种 那个 啊 太多的这种 那个 啊 互动 那也可能会在另外一 另外的视频当中 在足部的给大家推出其他的一些 啊 其他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这个 啊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在币市当中 啊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在币市当中赚大钱 对吧 啊 2018年 2017年最赚钱的行业是什么 2018年最亏钱的行业是什么 对吧 那么呢 啊 下面的话呢 还有什么呢 再看看 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看看这单子 对吧 啊 啊 OK 这个单子已经基本上过缺 啊 升的多 啊 升的多高 啊 跌的有多长 啊 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解释 那么呢 啊 OK 那么呢 现在在这个 现在的市场当中的话呢 咱们啊 简单的说一下 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啊 下面的话呢 咱们看一下 咱们就进入啊 观察与思考一句话大法 对吧 观察与思考一句话大法 啊 最近的这个盘面的话呢 给大家的这个 啊 确实是一种 啊 惊心动魄的感觉 对吧 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的话呢 啊 就是啊 狂烈的 啊 狂烈的 啊 狂烈的 啊 跌 对吧 狂烈的跌 那么呢 从这个 从这个8500点 8400多点 然后的话呢 直接跌到了什么呀啊 8200多点 对吧 直接跌到了8200多点 啊 那么呢 啊 从这个 整个的这个 基础形态上来看的话呢 啊 其实来讲 来讲的话呢 基础形态的话呢 一度被 一度 一度被破坏 对吧 基础形态一度被 一度被破坏 几点了 时代我去 啊 在这种这个状态之下的话呢 啊 其实来讲的话呢 很多技术指标啊 都有这种失效的这种那个可能性 那么就像是刚才啊 飘哥所说的 对吧 啊 成也比特币 败也比特币 那么呢 涨也比特币 降也比特币 在这个 在这种这个啊 在这种巨幅的震荡当中的话呢 那B2们一定要有耐心 对吧 要有耐心 要有啊 要有横行 对吧 那么呢 啊 有根据你的这种操作的操作 这种理念 说白了 在币市里边 如果你要是炒币 啊 其实来讲的话呢 赚钱为王 对吧 赚钱为王 那么呢 如果你是那个 啊 信仰士 那么呢 长线 对吧 长线 对于各币的话呢 啊 抱有一种信仰 抱有一种理念 啊 抱有一种这 啊 长期具有回报 没有问题 这样的 只有这样的投资者 就是像刚才说的几个题目一样 啊 其他的视频当中 大家会给 啊 漂白的话呢 会给一定的总结 啊 会给一定的 啊 讲解 只有这样的投资者的话呢 才能够怎么样啊 才能够 啊 获利破坏 对吧 那么呢 在短期之内的话呢 啊 有很多的投资者都是如此的啊 OK 啊 不仅仅 不仅仅是某一个单个投资者 很多的投资者都会怎么样啊 毕童吗 很多的投资者都会 啊 觉得短线的话呢 会 啊 获利 啊 啊 不菲 对吧 获利不菲 为什么呢 因为随着波段上呢 波段性的上涨下下 那么呢 如果你能够抓住每个波段的话呢 你就会怎么样啊 每一段都会吃掉 啊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甚至甚至 啊 到百分之百 很多的小币都能够在那个上扬当中 百分之百 在下跌当中 如果你要是做空的话呢 也能够达到百分之几百 对吧 如果你要做做杠杆的话呢 那么呢 你是三倍五倍 这种呃 受益的话呢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大家要注意 现在是熊市当中 对吧 现在是熊市当中 啊 在这种形式 熊市的情况下的话呢 呃 无论大家是在做期货也好 还是做杠杆也好 都要十分的谨慎于小心 没有十足的把握的话呢 不要轻易的啊 汤 汤这个浑水 对吧 那么呢 啊 做正骨 做期货 呃 做做正骨 啊 做现货 可能的话呢 对大家更加更加有利 对吧 更加更加有利 这个的话呢 跟你的这个操作习惯和操作手法 跟你的这个 呃 跟你的这个 呃 为人处事都有关系啊 异图们都有关系 呃 跟你这个呃 操作的操作的操作的这种理念和这种那个赌博心态 其实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OK 在这个B时当中博弈不可能说是你没有赌博的心态 对吧 呃 有的时候怎么样啊 在B时当中的话呢 呃 涨跌横 那么呢 你必须要抓住一点 那么呢 有的时候的话呢 在你无法判断的时候 那么呢 只有一个就是赌 对吧 只有一个就是赌 呃 OK 咱们现在的话呢 就观察与思考一句话大盘的话呢 呃 既说一说这个 呃 大家操作的理念 同时来讲的话呢 逐渐渗透这种操作理念 同时来讲的话呢 不断的就是说 呃 也给大家做一定的这种那个呃 技术分析 所以的话呢 观察与思考一句话大盘 其实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一句话 对吧 一句话大盘的话呢 呃 这一句的话呢 有可能会有点长 哈哈哈 因为飘哥怎么样啊 比较啰嗦 哈哈哈 飘哥啰嗦吗 鼻涂们 不啰嗦啊 好 给你加十分 哈哈哈 Good job OK 鼻涂们 那么现在这个盘面上的话呢 飘哥一般情况下呢 不愿意给大家透露太多的这种技术指标和这种那个 呃 技术趋势线等等 呃 但是呢 在线下的话呢 飘哥呃 自己在分析的时候的话呢 肯定会看一些看一些指标 那么呢 从一些RSI和Stochy RSI以及MACD的情况来看的话呢 其实现在都出现了一种呃 超跌的这种呃 超跌的这种现象 对吧 指标的话呢 都需要进行一定的修复 呃 那么呢 是否庄家会进行啊 进一步的修复的话呢 其实任性的庄家和任性任性的市场任性的比特币 那么呢呃 舍我其谁挡我者死的这种这种 这种王者风范啊 王者风范 那么呢 有的时候是 不会按照呃 常规出牌的 对吧 就像我们什么呀 就像什么呀 就像是四川的普通民众一样 对吧 四川的普通普通民众一样 那么呢 我认准了要怎么样啊 要把呃 要把什么什么什么国搞得呃呃 再再次伟大 对吧 再次伟大 那么呢 如果他这样搞的话呢 他不顾一切奋不顾身 对吧 那么呢 不顾议会 不顾什么国会乱七八糟 这些那个组党 怎么样啊 就是要增关税 对吧 不但要增某大国的关税 要增什么某欧的关税 等等等等 对吧 这就是这就是什么样啊 其实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是比较任性 对吧 比较任性 不按正常 不按常理出牌的一个一个道理 然而有一点的话呢 大家不要忘记 就是这种以 不以常理出牌 有的时候说是什么呀 挡我者死的这种 这种王者风范 就是什么呀 啊 见鬼杀鬼 对吧 呃 呃 这种呃 见鬼杀鬼 这个 还有怎么说 呃 呃 佛党杀佛的这种呃 这种那个魄力 对吧 才能够怎么样啊 做成大事情 对吧 才能做成大事情 对吧 才能做成大事情 其实这里面呃 有怎么样 这里面其实也有也具有一定的赌博心理 对吧 具有一定的赌博心理 但是呢 有一点是他在具备这种能力的情况下 才去冲出来一条道 不能说你一点没有这方面的呃 没有这方面的财力 没有这方面的能力 那么呢 你想冲出去 你想冲出来一种这个呃 挡我者死这种 这种这种 这种情况的话呢 那么叫什么呀 那就叫汤壁挡车 对吧 那就叫汤壁挡车 OK 呃 那是必死无疑 对吧 然而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呢 通过呃 四川的普通民众的这种做法之后的话呢 怎么样啊 呃 某某什么欧什么什么萌 那个 对吧 突然说什么呀 yes 我买你的大豆 然后的话呢 呃 你呃 我们的关税之间的话呢 呃 变为零 对吧 呃 成了什么呀 呃 孙权和这个曹操组合了 对吧 然后把刘备放一遍了 是这意思吗 按那为止三国鼎立 然后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啊 啊 两国这个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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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在一起 对吧 然后的话呢 呃 来抵抗另外一个大国 对吧 这样的话呢 极有可能会把另外一个大国怎么样啊 进行孤立 但是这种局势的出面 出现 我们先说这种局势的出面 出现就什么呀 其实四川普通民众刚开始想到了吗 没有想到 对吧 他没有想到 但是呢 事情的发展却随着他的呃 呃 他的这种呃 玄风式的风卷 残云式的这种 呃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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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行为 而使整个的气场 随着他的这种呃 世界 这种漩涡 而随着随着他在旋转了 对吧 随着他在旋转了 对吧 随着他在旋转了 这就是啊 魅力 对吧 这就是魅力 呃 比特币在币市当中就具有这样的魅力 对吧 就具有这样的魅力 所以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 市场的升与降 市场的涨与跌 其实来讲的话呢 都是市场的魅力所在 也是比特币的呃 币王的魅力所在 对吧 他们 他既然既有这个呃 方方面面的呃 理解 同时来讲的话呢 他有也有呃 不基于某一方面的 这种局限 对吧 那种局限 好吧 OK 但今天的话呢 我们简单的从这种那个呃 简单的从这个呃 基础形态上面来看一下 OK 那么现在这个形态的话呢 呃 可能是刚才这个 这个飘格分析的比较乱 那么呢 在乱的情况下的话呢 给大家找一点那个信息吧 好吧 呃 现在的话呢 这些线的话呢 都是什么线呢 这些就是呃 我们所称之为的阻力线和这种呃 呃 支撑位和阻力位的这种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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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什么的黄金分割点 还有这个50% 以及那个0.786 等等 一些重要的这种那个呃 分分割点位上的话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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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那个Fibonacci的他的这种研究 然后的话呢 给出了一个 呃 呃 呃 找出来一些那个阻力和这个呃 呃 呃 阻力和这种上升通道的这种 这个 这种呃 这种啊 这种趋势 OK 这种趋势那么呢 比如说那个当到2万点的时候 那么它下降到这个黄金分割点 0.618 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在0.618的时候其实它出现了一个什么样 出现了一个反弹 对吧 当时也确实是出现了一个反弹 对吧 一个巨乎反弹 当时是当天的话 一根下影线 一根下影线最低的时候是达到了6000 但是它的最后是收在了6800左右 那么想说的一点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在0.168 大家可以看到这0.168的话 拖住之后的话 出现了一个上空 对吧 在0.5的时候的话 冲过了0.5收到一定的阻力 然后进行了回调 对吧 进行了回调 那么在下一步的话 也是在0.786的时候 受到了一个支撑 那么出现了万点 出现了涨到1万点的这种情况 对吧 飘哥也是在这里提出的什么呀 提出的应该当时在这里提出的 提出的衰竭理论 对吧 提出衰竭理论 那么三重门应该也是在这个附近 OK 长话短说 对吧 长话短说 OK 那么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OK 这个是这个 Fab这个resistance 对这个 对这个整个大盘面的这种 大盘的大盘面的看法 OK 那么随着这种 随着这种 鱼波的这种 这种继续进行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里的话 其实来讲的话 在这里的话 在这条线上 大家飘哥手指这条线 OK 在手指这条线的话 其实是 这条支撑线和阻力位 对吧 支撑线和阻力位 OK 可以放大或者缩小的话 可能看到更加的清晰一点 就是更加具有说服力一点 OK OK 那么这条线的话 咱们可以看到 那么近期的上扬的话 其实也是沿着这条通道 在网上进行 对吧 那么受到压力的压力的时候回调一点 受到压力的时候回调一点 那么这时候最为明显的一点是什么呀 当它当最低的时候 跌到5700点的时候 那么随着这种上扬 然后的话 受到了这种什么呀 受到了这种 下到了这个阻力线的这种阻力 然后的话 出现了两次的这种回调 回调之后的话 为什么这里的话 出现了一个什么呀 断崖呢 就是咱们近期所说的这种 断崖式下跌呢 这个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的话 是受到什么呀 这条压力线 这条什么压力线 这条线 这条线是非常重要的指标 对吧 200日均线 对吧 200日均线 当它受到200日均线 同时来讲的话 受到这条阻力线 双重压力的情况下 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对吧 出现了断崖式下跌 这个的话 从技术面上来讲的话 作为一种技术支持的话 可以说是 这种分析上来看的话 因为受到这种双重压力 从技术角度来讲的话 可以分析出 可以分析为 在8500点的时候 出现下落的这种 断崖式下跌 这种原因之一 OK原因之一 在这种断崖的断崖 断崖的断崖的这种 下跌之下的话 飘哥的话 一再的给大家进行了提示 对吧 甚至飘哥在上上上上个视频 应该是三个视频之前 一周之前 大家看看 翻看飘哥视频 一周之前 那个视频 OK 其中有一个名字叫爆仓 对 要跌到爆仓 对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 如果要是上上上上上上 上期视频的话 应该是在7月28号左右 对吧 7月28号左右 那么呢 为什么当时 飘哥给提出来 是为 就是说 难道会跌爆仓吗 这些 当时的话 飘哥给出了这样的提示 这样的提示 提示当时是出来了 但是呢 也有B2们怎么样 根据各种原因吧 或者是听了其他的群等等 就各方面的意见等等 那么呢 他却 咱们在咱们的电报群里 都有很多 对吧 那么呢 在7200做多 在8400做多 7200做多 对吧 6700做多 等等 那么呢 全部都爆仓了 对吧 那么呢 飘哥这时候已经给说了 对吧 飘哥这时候已经给说了 要防止爆仓 对吧 防止爆仓 不理解飘哥的意思 B2们 你怎么能不理解呢 OK 那么说到这里的话 我再一次澄清 OK 飘飘比特论谈 所有的言论的话 都是 都是个人观点 不作为操作建议 这个的话呢 大家澄清 飘哥一再澄清的话 也是 也是出于各种 社会 社会原因和各种 各种各种 法律原因 就像是版权一样 一样的道理 对吧 一样道理 希望B2们 能够理解 对吧 能够理解 那么呢 确实是B字和钱 都在你的口袋里 那么呢 怎么样 如何操作的话呢 是你怎么样 B2们 是你的选择 对吧 是你的选择 OK 有啰嗦了吗 OK 观察与思考 一句话答案 为了给一会儿的 其他的这个 其他的这个栏目的话呢 更多一点时间的话呢 观察与思考 一句话答案的话呢 就怎么样啊 就简短一点 好吧 简短一点 那么呢 对于这种 这种那种FAB的 这种趋势的话呢 可能就是不做 进一步的解释了 好吧 那么呢 从这个形态上来看的话呢 那么呢 如果要是 如果下一步的话 在那个寻找支撑的话呢 下一步寻找支撑的话 其实在5700点 5700点左右的话呢 会5700点到6000点之间 肯定会有一定支撑 那么最近的话呢 在今天的话呢 在6200点的时候的话呢 进行了一个进行了一个 进行了一个盘整 但是呢 大家可以可以看到啊 这种盘整的话呢 其实也是比较怎么样啊 也是比较弱的 对吧 也是比较比较弱的 这个是一小时图 对吧 其实来讲的话呢 还在雪沙当中 对吧 还在雪沙当中 OK 15分钟线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对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在这个 这个时候是 这个是昨天 对吧 这是昨天 那么呢 还在这个多少啊 这个是7100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直接到了平台6400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到了多少 到了平台左右是6300 最低的时候是6200 对吧 那么呢 现在的话呢 仍然是在做这种平台 整理的这种态势 对吧 平台整理态势 随着这个平台的 这个小平台的整理的话呢 初步来讲的话呢 从15分钟线的话呢 看的形态 就目前来讲的话 是在寻找一种支撑 是在寻找一种支撑 对吧 那么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30分钟线 对吧 30分钟线 这个是30分钟线 这个是 这个是近期的 这个30分钟线 也是形态的话呢 也是在寻找一种 寻找一种支撑 OK 但是呢 从总体上来看 OK 总体上来看 那么呢 趋势来讲 和这个支撑位来讲的话呢 有可能是进一步的 怎么样啊 比特曼 进一步的去寻找 还会寻找 寻找底部 对吧 5700左右的话呢 5700应该是一个 是一个支撑位 对吧 5700是一个支撑位 观察与思考 一句话大盘 还需要说的太多吗 其他的 那么呢 在这个说一说操作的话呢 就是什么呢 一直在 一直飘哥所强调的 对吧 在现在这个市场当中的话呢 要 少动多看 对吧 少动多看 那么呢 在适当的点位的话呢 可以去 寻找壁子 对吧 寻找壁子 在寻找你 那个合适的 合适的壁子 其实就目前来看的话呢 就像飘哥所讲的 现在的话呢 如果你保持一定的仓位的情况下 不建议现在满仓 OK 在保持一定仓位的情况下的话呢 可以适当的怎么样啊 B2们 还有 还有子弹没有了 还有子弹没有了 我看到了咱们的千人电报群 千人电报群里面的话 很多B2们还是有子弹的 可能是听了飘哥的 可能是听了飘哥的这种 什么言论呢 经典评论 对吧 经典评论 随着飘哥在壁式当中舞动 对吧 以至于什么呀 以至于手里还是有壁子 还是有子弹 还是有子弹 那么有子弹的话呢 现在来看的话呢 可以看到 有一些壁子的话呢 有一些山寨壁子的话呢 现在已经到了阶段性的比部 可以适当的进行一定的吸纳 对吧 可以适当进行一定吸纳 OK 那么观察一次搞 一句话大盘 那么最后的一句话大盘的话呢 就给大家说一下 有很多B2们在这个群中 在咱们的千人电报群当中的话呢 问什么时候才能够走 才能够走向荒芜 对吧 什么时候走向荒芜 那么呢 一直跟随着飘哥看这个 看飘哥视频的这个B2们 记得吗 飘哥曾经给大家说过一句话 对吧 曾经给大家说过一句话 也是咱们飘群的小理论之一 OK 小理论之一 在当时的时候 那个时候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这个 这个支持前 应该是在这个 武士均线和这个200亿均线 这个交接交接之后 上上下下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的话呢 在这次上涨上涨的时候 等等吧 就是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分析 就说牛市来了 牛市来了 对吧 就好像是从这里的话 一下就搞到了 又搞到了2万 又搞到4万5万等等 不现实 OK 但是飘哥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呀 飘哥说了一句话 就是什么呢 200人均线不掉头 你跟我讲什么熊市 大家还记得 还记得飘哥说这句话吗 记住的B2们请举手 说明你是咱们飘群的 勇敢的支持者 也是咱们飘群的 中间支持者 对吧 咱们发去中心的话 飘币的时候 一定不能拉下 我们这种坚挺的B2 对吧 咱们回头 回头搞一个叫什么 ICU电宝群 对吧 回头搞一个ICU电宝群 为咱们 为咱们 新鲜 为咱们新鲜血液 为咱们将来发 飘币 做什么呀 做准备 对吧 做准备 OK All right 那么呢 这句话说明一个道理 就是什么道理呢 飘哥为什么说这句话呢 就是什么呢 200日均线不回头 200日均线不下 不下调 你跟我谈什么熊市 就是什么呢 当达到两万点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是熊市的时候 或怎么怎么样 其实熊市已经形成 形成的时候 200日均线竟然不掉头 继续往上奔 那不叫什么熊市 那仅仅就是一个调整 对吧 但是呢 现在来看的话呢 熊市的话呢 怎么样了 都已经承认了 没有人说现在不是熊市 对吧 或者说是定义上来讲的话呢 他现在也是熊市范围之内 那么呢 什么叫做衰竭的和荒芜 那么呢 曾经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呢 飘哥曾经说过 对吧 曾经给大家讲过 就什么呀 现在是属于是深度衰竭 深度衰竭和荒芜的交接之处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荒芜和荒芜的交接之处呢 就是什么呀 有一个硬性的指标 就是什么呀 当50均线和200均线 相交叉 再次交叉的时候 那么呢 就会出现 逐渐的走向荒芜 之间的话呢 不排除再次衰竭 OK 或者是也不排除再次啊 怎么样啊 再次千点上涨 而后再次荒芜 对吧 而后再次荒芜 因为200均线上下的争夺 将来一定会聚为激烈 OK 这就是观察一次好 一句话大盘 最后的点 OK 那么呢 下一点 下一个的话呢 那么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咱们的电报群 电报群现在是1424人 我飘哥给这称 称之为千人电报群 那么很多B2们 在寻找咱们这个群 在寻找咱们的组织 对吧 有很多B2们 一进群的话就大呼 终于找到组织了 飘哥 我想死你了 很好啊 很好 其实飘哥也想你们 飘哥为这些这个 游来游走的 看视频而不进群的 这些B2们 也感到非常的惋惜 对吧 非常惋惜 那么呢 订阅YouTube 订阅YouTube频道 是你进群的门票 B2们 对吧 喜欢不喜欢 都要订阅 为什么呀 飘哥不希望你 错过一个亿 对吧 飘哥不喜欢 不希望你错过一个亿 OK 那么呢 有B2 这个是 Lily 张Lily OK 张Lily 这里说什么呀 飘哥看了你的视频 跟来的 怎么没早看你的视频呀 飘哥 怎么没早看你的视频呀 我跟另外一个群 我跟另外一个群 在比特币涨到8400的时候 告诉我要 躺好就行了 1万点 然后的话呢 跟到7800的时候 告诉我 继续躺好 到7100的时候 告诉我们 火速买入 然后现在6200了 对吧 成本7300 还行 问题不是很大 OK 成本7300 7300问题不是很大 OK 可以拿着吗 一直拿着 还是先割肉出去 只有现在的话呢 不建议割肉出局了 现在不建议割肉出局 那么呢 你现在7300的成本的话呢 其实来讲的话 不是很高 OK 不是很高 这个的话呢 又看你要看你的 另外来讲的话 你要看你的币种 OK 如果你要是大币的话 比如说 你现在持有的是ABA ADA 如果你现在持有的是 比特币 现在持有的是 以太币 那么呢 没有必要 现在就往外割 如果你现在持有的是 Styler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割 OK 现在的话呢 不但不要割 而且现在还要适当进行 怎么样啊 补仓 OK B2 适当的补仓 OK 我可没有说 让你躺着躺好 躺好一万 飘哥没说这句话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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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2 非常好 B2 非常好 跟飘哥进行一定的互动 那么咱们这个千人电报群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群 OK 那么呢 有很多B2 很多B2 曾经在这里说过的 OK 在咱们这个千人电报群里面 做个总结 飘群是 B是第一群 飘哥是 B是第一哥 对吧 非常感谢 给飘哥这么大的 这么高的荣誉 飘哥接受得起吗 OK 在飘哥这个分析 B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情况下 飘哥就欣然接受了 欣然接受了 太能吃牛逼了 是吧 没见过 能比飘哥更能吃牛逼的了 没办法 都都正确 那你管 那你怪谁 对吧 那相对来讲 其他人都不正确 那你也别怪谁了 Anyways 都是很好的分析师 其实就像这个B2 所说 这个分析师 我也不能怪他 OK 我也不能怪他 为什么呢 这个就是说 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都有看走眼的时候 但一而再再而三 看走眼的话 那他就是也没办法 他也想搞一个 打我折死的这种状态 对吧 那整反了也不行 也不行 整反了也不行 Anyways 进入 这就是咱们的票群 那么快速的说一下 咱们的票房比特论坛的话 是这样的 希望所有的B2们都能够 点击订阅 订阅是你进群的门票 咱们是千人电报群 同时来讲的话 希望你能够like command 加在一起四步走 4加1的话 就是分享 OK 4加1的分享 分享就是啥呢 把票哥的视频的话 分享到你其他的群中去 对吧 其他群中去 给票哥做一定的宣传 为了咱们将来的 去中心化票群 进一步的怎么样 发展壮大 而做一点点贡献 好吗 B2们 那么将来的话 发B2也有你的一份 对吧 军工章也有你的一半 OK B2们 这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一点点 这就是一点点 怎么样 新闻和花絮 好吧 B2们 那么快速过一下 快速过一下 快速过一下新闻 新闻资讯 OK 新闻点 那么耶鲁的话 什么样 耶鲁研究中心的话 做了一个什么 proposal factors for crypto price prediction 那么做了一个 研究中心的话 做了一个proposal 也就是做了一个什么 proposal 啥意思 proposal 也就是做了一个 这种中文怎么翻译 proposal的意思 其实就是做了这么样一个 意象书 意象书 那么就是什么 来研究比特币的价格 对比特币的价格进行预测 对吧 其实来讲的话 他应该请飘哥去 对吧 为什么请飘哥去 因为飘哥就是牛 那没办法 对吧 不管飘哥 有多么牛 虽然飘哥 不但是什么双学士学位 这个那那这的 对吧 什么web 什么资深工程师 说那些的话 其实都没有太大用处 对吧 因为什么呀 准才是最牛逼的 对吧 准者为王 对吧 准者为王 对吧 说了一大堆吹牛逼 你就是博士 你就是博士后 然后的话 你是八个教授 一百个教授 什么你是什么狼来了 什么教授 乱七八糟的 对吧 没有用 对吧 对比特币一窍不通 然后的话 飘哥就是吹牛逼了 飘哥对比特币 也一窍不通 我想说的就是啥呢 然后对比特币一窍不通 就说什么呢 给我比特币 我都不要的 而且在咱们电报群里边 出现了狼来了 这个名字 最后被B2们 给骂出去了 是吧 难道是真的狼来了吗 参加咱们飘群了 I don't know 如果真的是的话 狼来了先生的话 在飘哥这里的话 飘哥给你 给你道歉 OK 如果你想成为 B2之一的话 那也没有关系 和飘哥进行 互动和交流 都是可以的 OK 都是可以的 都是欢迎的 没有问题的 OK 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要是真实狼来了的话 你给飘哥说一下 让飘哥也知道一下 别回头 飘哥不知道 对吧 因为什么呢 我们飘群当中 我们飘不然比特币 飘群当中的话 藏龙卧虎 千万庄家 不算事 OK 千万庄家不算事 随便拿出来一个 都是千万 对吧 在咱们这个 飘不然比特币 这个飘群当中 飘 随便拿这东西 千万 飘哥太多 群牛逼了 是吧 最近把这个 最近飘哥 把这个群牛逼 挂到嘴边了 对吧 那应该什么呢 跟这个 跟这个群友们都熟了 太熟了 是吧 飘哥还是要注意语言的 还要注意语言的 飘哥一直在这里扫黄 然后的话 飘哥也不能太黄 是吧 那么呢 这个就是 耶鲁这个 耶鲁这个研究中心 非常好 非常好 这个是一个世界好事 那么呢 这个什么呢 市值蒸发 市值蒸发了 9个billion 这确实 在这个SEC 就什么呀 延期了 延期了对ETF这种决定之后 对吧 这个CNBC的新闻 那么呢 在这个News BTC里边 他说什么呢 Watch can more beer drawn in OK 这里给了一个问号 对吧 就是说 会不会 熊市会不会继续延续的意思 熊市会不会继续延续 飘哥给了观点 飘哥 飘哥一般说观点的时候 根本不看其他的什么 这个那那这样的 飘哥拿来之后分析 分析完了之后就开始放炮 对吧 反正每次放炮都是对的 anyways 就是那个 不 基本上不太参照其他的观点 但是有些B2的话 希望我能够给翻一些国内的分析 这就是为什么 飘哥有的时候 给一些国外的分析 OK 说错了 国内分析 国内分析更没得看了 飘哥是吹牛逼 我飘哥不是一杆子打了一船人 OK 都是同行同道 对吧 希望能够相互支持和鼓励 对吧 那么就像是 美股比特币富豪一样 里面有很多资深的 资深的这些 好的分析师 分析的真的不错 而且给大家很多资讯 我鼓励 对吧 像一些好的分析师的话 我不单单要推荐 而且我也要不但鼓励 而且我也推荐 对吧 为什么呢 都是为了B2好 对吧 我们能够赚钱 我们为什么要让B2 输钱呢 对吧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对吧 因为飘哥是性情中人 而且飘哥怎么样了 飘哥一直希望能够做一个博大 轻轻之人 对吧 虽然有B2这么说 飘哥 飘哥轻轻太博大了 yes 但是最近的话呢 我也看到有一些 那个同行的话呢 在挑飘哥的 挑飘哥的刺 对吧 挑飘哥的刺 那我也我也那个在这里向这个挑飘哥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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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行 说一句 对吧 都是同行 对吧 本是同根生相间和太极 对吧 本是同根生相间和太极 大海如此之大 我想一定会容得下你和我 对吧 同时来讲的话呢 我也怀疑 是不是挑飘哥刺的人也是曾经在这个飘哥这个视频下边留言 而且留的非常肮脏话语的人呢 我无法或者是现在飘哥也不想去做 进一步调查 但是呢 我在这里的话是做一个警示 对吧 做警示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本是同根生相间和太极 对吧 大海之大能够容得下你和我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请不要那个相互进行诋毁 没有必要 也没有这方面的 也没有 也不要把你的时间和和你的精力用到这方面 对吧 你是在浪费各自的时间 也在浪费你自己的生命 对吧 OK 咱们闲话少去 那么呢 其他的新闻的话呢 还说什么呢 OK 那么呢 这个这个 Bron Kelly的话呢 这个大咖说的是什么呀 如果你在这个 你你在你卖了比特币是因为什么呢 ETF的那种delay的话呢 那么 You are wrong 就是说你错了 这个这个基本上是一种不太不太有聊 也就是说无聊的文章 对吧 OK 今天的播报的话呢 就给大家播报这里 还是那句话 对吧 B是看庄稼 庄稼看飘哥 对吧 独在一乡为一处 每逢孤独看飘哥 对吧 飘飘比特论坛是怎么样啊 是一个让你奋进的群 让你一个让你一个 让你能够赚钱赚币的群 让你一个 有一个地方发泄的嗨群 对吧 正能量的群 好了 第一次看飘飘比特论坛的B2们的话呢 请点击订阅进群 然后的话去分享 那么呢 分享是你怎么样啊 必经之路 必经之路 OK 分享一下 OK 分享一下 至少分享到你一个或两个群众去 好吧 B2们 如果你喜欢的话 也可以证明你是分享的话呢 你把你的那个分享的截图 放到咱们这个 飘群当中 也是可以的 OK 鼓励 OK 强烈鼓励 好吧 B2们 这就是今天的播报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Happy Trading And Peace